大家好,应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勒金的邀请,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将对俄罗斯进行正式一号访问,并在俄出席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。 栗战书还将会访问蒙古国尼泊尔以及韩国。 栗战书将于9月7日至17日对俄罗斯、蒙古、尼泊尔、韩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。 栗战书上个月31日在北京与即将离任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吉尼索夫会面时说, 中俄双方相互坚定支持,持续增进政治互信,密切战略协作,深化务实合作,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丰富内涵。 更加彰显出两国关系的特殊价值。 栗战书说,中国全国人大愿密切同俄罗斯联邦议会友好交往, 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项领域的合作提供坚实法律保障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前往远东参加这次经济论坛, 另外还在远东参加东方2022军事演习, 这次演习解放军派出了海洛空三军, 中国合作在不断升级。 值得一提是,普京是在戈尔巴乔夫葬礼结束前前往远东, 他见了戈尔巴乔夫最后一面, 这个照片已经公开了, 所以普京实际上也参加了戈尔巴乔夫的葬礼, 只是在公开葬礼之前和戈尔巴乔夫见了最后一面, 随后前往远东。 昨天在俄罗斯的远东军区摩托化步兵和炮兵部队进行了军事演习, 地点是在南千岛军岛, 模拟敌人登陆, 俄军进行反登陆作战。 俄罗斯使用了炮兵的封信子, 另外对海面目标进行瞄准设计。 大家从现场的画面也可以看, 俄罗斯在日本的北方四岛进行军事演习, 这是俄罗斯向日本释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。 这次解放军也有参与, 解放军也参加了远东2020演习, 另外还有一个国家, 是谁呢? 是印度。 印度政府周五宣布, 也就是9月2号, 在科兴国营造船厂为印度海军首舟航母维克兰特号, 举行了隆重的服役仪式, 莫迪也出席了航母仪式, 并检阅了印度海军仪仗队。 莫迪说, 今天印度加入了世界上能够以自己的技术, 自主建造这样一艘巨大航空母舰的国家的航列。 莫迪在航母仪式上, 至此时表示这是本土潜力, 本土资源, 本土技术的象征。 目前能够建造现在航母的国家, 在印度之前只有美国, 俄罗斯, 英国, 法国和中国。 维克兰特号航母历时17个年头, 它是印度海军第二艘现役航母, 排水量43,000吨, 造价约25.1亿美元, 舰上配备1600名官兵, 搭载30架舰载机。 那就在维克兰特号入议印度海军的当天, 印度海军也宣布, 删除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, 英国的十字架旗, 也是印度海军的这个军旗上面有一个红色十字架, 这是前英国殖民地殖民的象征。 所以英国方面媒体也分析, 这是印度向俄罗斯, 向中国, 向东方靠拢的一个标志, 摆脱了殖民象征。 大家这个英国国旗上面, 英格兰有一个十字, 红色的十字, 英格兰那个旗帜国旗十字, 再加上苏格兰, 再加上北二兰, 就形成现在英国的米兹旗, 那么现在去掉了红色十字, 也就去掉了和昂格鲁萨克逊,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个联系, 那代表了什么呢? 代表印度选择欧亚大陆, 所以参与了东方2020区选戏, 大家要印度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, 那现在来看呢, 印度很有可能导向俄罗斯一边, 切割和昂格鲁萨克逊的关系, 这个咱们还要后续来观察, 但是从现在印度的反应来看, 俄罗斯和印度的之间的关系, 很有可能导致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失败, 从这个海军旗帜换旗事件, 大家可以看到, 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, 大家如果有地图的话, 可以看欧亚大陆三个大国, 这三个国家稳定住了欧亚大陆, 那么把思维升上去, 从更高的视角来看, 欧亚大陆有了三个国家, 非常稳定的状态, 美国、昂格鲁萨克逊, 海洋文明, 将英国、美国、 加拿大、 新西兰、 澳大利亚, 想围堵欧亚大陆, 不可能, 所以这也就是说, 印度已经非常清晰了自己的定位, 它是欧亚大陆国家, 那么这一次在远东, 举行这个经贸论坛, 举行的军事演习, 印度也参与了, 所以咱们要换一个角度, 再来看美国的印太战略, 美国和印度的关系, 印度和日本的关系, 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, 也再来看中印关系, 我之前讲过, 那么现在美国想围堵中国, 围堵俄罗斯, 碎片化欧亚大陆, 它现在想成立欧洲版北约, 亚洲版北约, 在中东针对伊朗, 成立一个中东版北约, 利用以色列和中东的逊尼派, 对付这个实业派, 在亚洲利用台湾问题, 南海问题, 围堵中国, 日本, 台湾, 这个低岛链, 对美国就形成了一个, 围堵中国的一个前沿阵地, 那么在整个低岛链, 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, 可以突破这个低岛链, 特别对北方四岛, 那么中国这次参与了这个东方2022军事演习, 实际上也在和俄罗斯合作演练突破低岛链, 未来中国武统, 俄罗斯很有可能也会出兵, 那么实际上印度看得非常清楚, 印度不希望成为美国围堵中国, 围堵俄罗斯的工具, 印度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,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, 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, 实际上已经打破了美国原来的它的战略, 围堵中国俄罗斯, 围堵伊朗一个整体的战略, 实际上印度这个国家, 你可以看它未来在美国的印太战略, 它会有一个新的选择, 但印度实际上和美国的合作也不会中断, 它会从美国捞取石灰, 所以我说未来中印边界也会有新的情况, 但是印度它并不愿意当美国的马迁族, 这一点可以肯定,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, 所以我说你从更宏大的视角, 从欧亚大陆的视角, 你来看现在整个的地缘政治博弈, 那么日本就成为什么, 就成为美国真正的马迁族, 日本就被推到了一线, 中国如果武统了台湾, 日本就成为了对抗的最前沿, 那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也会出现变化, 未来的中日关系也会紧张, 日俄关系也会出现变化, 日本和印度的关系, 我觉得也会生变, 所以大家看到整体, 整个欧亚大陆现在发生这个变化, 你就能理解, 现在包括两岸发生的一切, 欧洲发生的一切, 中东发生的一切, 那这一次呢, 中国方面呢, 出席远东的这个经贸论坛, 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, 实际上也是为了应对美国, 围堵欧亚大陆, 中国方面一个反制手段, 所以我说, 有了美国让中俄被靠背, 所以大家有理解了, 现在发生, 美国围堵中国, 围堵俄罗斯, 围堵伊拉, 那么面对美国的围堵, 亚太地区成立这个亚洲版北约, 那么中国的反击, 就是用台湾作为突破口, 武统台湾突破第一岛链, 而俄罗斯会一定会支持中国, 这会大家看懂了吧, 所以在台湾问题上, 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一定会走在一起, 中国一定会收复台湾, 一定会收复台湾, 至于是和平手段还是武力, 这要看未来发展的趋势, 但是中国一定要突破第一岛链, 所以中日关系未来会紧张, 台湾问题未来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, 美国方面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, 中国用突破第一岛链来反制美国, 所以大家就看懂了未来要发生的一切, 本质上还是大罗铭和海文博弈的一个结果, 今天就讲这些, 但是我是支持大罗铭崛起的, 所以印度、俄罗斯和中国、欧亚大陆三个稳定器, 保证了欧亚大陆能够重新回到人类,